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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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不敢發佳 他敢不敢發展經濟 他敢不敢發展經濟 如果這樣敗是敗地 我們會議員官 我們會議員管理 我們就是高公 我們敢不敢選 不敢選對不對 哪有一個優良 可以當國的官長 跟我們共同配合 既然市 既然館 再發展 所以這項選舉 不是後面未來的選舉 不是重演未來的選舉 是我們宜蘭未來的選舉 我們大家共同來報告 向三後面 共同來鬥選 拜託大家 後面有信心 後面也準備好了 我們在這裡要邀請所有的鄉親 繼續跟後面要 支持 跟後面獨唱 我們大家 就所有的宜蘭 鄉親一段 共農團圓 再一次 來揮好我們宜蘭的公園 和狀況 行政院長賴清德 也特地前來為候選人造勢 除了肯定成歐破 努力爭取建設的成績外 也表示中央會鼎力支持 陽明醫院二期擴建的三十億經費 後面的隊長 有製一個看法 說 立委做秦黨 建設不免 如果要問後面有建設不建設 行政院就有誰知道 行政院也已經決定 要來支持 陽明大學 第二階段的擴建計畫 讓民主身體 國家的孤狼 宜蘭館的鄉親 一個安全的 自由環境 這樣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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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種的委員 有建設嗎 有嗎 有嗎 有夠清楚嗎 有 有 有帶來 宜蘭館的設想嗎 有 這種的 候選人來擔心 宜蘭館的館長 宜蘭館會進步嗎 賴清德肯托宜蘭鄉親 一定要守護這片民主聖地 守護宜蘭民主前輩打下來的基礎 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現在要交由陳歐破繼續深化 讓民進黨繼續為鄉親服務 宜蘭新聞記者黃朱翰從不到 全縣學童營養午餐免費 到底做得到嗎 針對民進黨日前指控林茲廟的 這項政見是騙局 國民黨議會黨團表示 全縣兒童營養午餐 只需要縣服總預算的1%就能夠完成 民進黨做不到 換林茲廟來做一定能夠完成 民進黨指稱國民黨縣長候選人 林茲廟全縣學童營養午餐免費的政策是騙局 今天國民黨議會黨團召開記者會表示 苦不能苦孩子 民進黨如果不關心學童 沒有能力完成營養午餐免費 就換林茲廟來做 強調宜蘭縣的學童營養午餐費用 只要是縣政府的總預算1%就能夠完成 以羅東政為例 林茲廟確實做到了 因此讓有能力的林茲廟來做一定能夠完成 營養午餐免費不會排擠預算 有能力的人就能夠完成 沒有能力的人就不會完成 所以說要讓有能力的人下去做 路東上工作過期沒有營養午餐 現在林茲廟改變為營養午餐免費 這就是有能力的人 宜蘭管政府在醫生來說 一年有200幾億 營養午餐免費 差不多降百分之一 兩億多而已 這不是騙求到什麼騙求 這是有什麼人要來做 他如果如果做機關集長做管長 因為他有了解做家長的人 很慈善感苦 重量做到這麼壞 地方來說的又很慈善 因為林茲廟三十幾歲就沒有人 他國家的心情他很了解 他知道了解說 這些學生家長很可憐 所以說他有這個心 要來幫他做營養午餐免費 這不是騙求 騙求就是說他動算後沒有做 這才是騙求 他將這些政策 可以來推薦我們醫院館的 後來館政府的政策 華雄信 他來做我們的管長 是非常適合的 他也了解 我們做別務的人 需要我們一手的錢貼 可以補貼他們 養子的艱苦 跟我們醫院館的鄉親報告 可是民進黨醫院館的候選人 沒辦法做得到 管長的候選人沒辦法做得到 我們林芝廟管長來做 我相信林芝廟如果動算管長之後 不只他來做 我們理院管理會 國民黨黨團會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跟他這個醫生 給他通過 製作的時候 每一學期 要交的營養五川的費用 一學期差不多四千萬 他就不用交 所以他也有兩個孩子 他將近一學期差不多 減一萬塊 對他們來說 這個福利政策 是非常的窩心跟貼心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林芝廟政長 他有辦法起雞 然後呢 能夠開源節流的結果 國民黨議會黨團表示 中新聞創一花就是29億 如果能夠好好的招商 讓轉虧為盈 讓乾坑變成金雞母 除了營養午餐之外 還能夠做更多更好的社會照護 呼籲鄉親 讓有能力完成的林芝廟來完成 國民黨議會黨團 也一定會力挺到底 全縣學童營養午餐免費 針對國民黨議會黨團的反擊 以及說辭 陳歐珀競選總部表示遺憾 並且可笑 他們直指國民黨還是無法說明 財政的來源 並且預請林芝廟跟陳歐珀 一起直接向鄉親進行政策說明 讓縣民可以直接檢視候選人 而非躲在代理人的背後 陳歐珀競選總部指出 林芝廟至今不能清楚說明 他的政策內容 難道是一種騙票的意圖 難道要第三次重演林芝廟羅東政長的跳票嗎 陳歐珀競選總部表示 林芝廟參選以來 似乎唯一主打的政見就是免費營養午餐 應該要清楚明確地直接向縣民說明解釋 而非躲在代理人身後 陳歐珀將邀請林芝廟 舉行政見說明會 直接來面對鄉親 誠實說明自己的政策 回應鄉親的提問 陳歐珀競選總部重申 身為一個縣長候選人 應該要誠實面對檢驗 尤其是財政相關的政策 更不能打迷糊仗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蘇澳數位機會中心電腦網路學習課程 在今天舉辦了成果展展現學員們的學習成果 蘇澳數位機會中心成果展愛賓社區的長者們帶來精彩的舞蹈開場 展現阿公阿嬤熱情活力以及傳統農村生活景象 讓人印象深刻 蘇澳數位機會中心從106年的2月開發以來 提供學員們免費學習到多元的課程內容 包括從開機到軟硬體 游覽器的介紹 輸入法操作 文書處理 平板基礎課程 VR體驗 熱轉印 以及DM製作等等技能 另外也讓在地的小商小農 學習利用網路平台行銷 增加產品的銷售管道 而今年度以首度開辦了學辦計畫 輔導馬賽國小三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課業 深受學童喜愛及家長們的好評 我想很多人 尤其中老年人 他們沒有這個機會學習 所以說到中國所有見於此 我們除了在社福大樓成立 數位機會中心 我們開了很多課程 從基礎的電腦的開機以及平板電腦的一些基礎課程以外 我們今年我們特別還跟馬賽國小還有大學合作在線上一對一的辦學一個計畫 獲得了很好的評價 蘇澳數位機會中心今年度的課程總共有305人參加 社區課程分別在朝陽、聖湖、聖愛、蘇西、隆德、港邊、南安、永榮以及新城等九個社區來開課 共有629人參加 而108年度另外規劃了平板電腦生活應用以及文書處理等課程 分別在南牆、東澳、南寧、昭安、蘇南、永光、白米以及純人里跟福德等社區陸續開辦 並且在數位機會中心開設進階課程 有影片剪輯以及熱轉映等課程 歡迎鄉親踊躍的報名參加 把握這難得的學習機會 政府、朝陽、白米等九個社區 我們分別開設課程 讓當地的民眾能夠就近 就能夠來學習電腦手機的操作等等 那本中心在今年度一共有305人報名 參加各種電腦手機的課程 另外我們在9個社區裡面 609人都有參加這樣的學習課程 那我們在108年 我們會繼續向教育部爭取經費 我們會開更多的課程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2018投誠好歌聲銀寶歌唱大賽活動 今明兩天在鎮利圖書館開唱 熱愛歌唱的證明 在舞台上高歌展現歌喉 大家以歌會友 投誠好歌聲銀寶歌唱大賽 今年舉辦第四屆 今天在投誠正麗圖書館進行出賽 專業評審老師就技巧、音色、台風造型進行評分 選手還特別盛裝打扮 拼過出賽就會在明天決賽中一較高下 在這裡可以以歌會友 來做這個世代的編代的組繪 不但是這樣可以參與我們的人生 讓我們的生活可以更愉快更共同 比賽開放50歲以上正名參加 另外還有年滿16歲以上的未來之星公開組 總計有96人參賽 歌唱比賽可以讓老人家有活動可以參加 也能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這個機會讓這麼愛唱歌的人來參加 大家都多年輕人 好像是全民運動 我唱日本歌《企圖努力》 這首歌是哈魯米唱的 《企圖努力》 因為感覺哈日本的歌我唱得比較順 台灣的歌我唱得比較不愉快 第四屆的歌王歌后明天出爐 第一名可獲得獎金一萬元 培養歌唱興趣 也是爺爺奶奶展現自信的舞台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從報導 重陽節即將到來 宜蘭市公所今天在佛光山蘭陽別院 表揚長青敬老楷模 每一位楷模背後都有感人的故事 值得大家學習 宜蘭市今年有36位的長青楷模 以及33位敬老楷模接受表揚 迎合重陽佳節 推崇敬老愛老的精神與美德 但你以國女士的身份 常常捐助需要救助的弱勢 老楷先生也有高90歲以上了 身體這個中的健康 貴身非常的開朗 為了你成為熱心的貴人 長青楷模多為熱心公益 而敬老楷模則是多有 為老人服務貢獻的事蹟 每個人背後都有精彩感人的故事 足以成為模範 各位同學 今天進口貴母的長青 今天一大年 我順便領我們代表委員會 所有委員的代表 來給大家祝福 來給大家豐盛輕聲的情力 來給大家參加今天這個活動 那麼 情人之中心 每年都有辦這個來訓練 我們故意進口貴母的經典 看到了嗎 我們是這個 第一次就能夠人家 照顧這麼好的 我們就看到達家庭的溫暖 你看我們的 兩千彩虎 都是以聲作則 自己做很多事宣 讓我們的事實 讓我們的社會 讓我們的社會 可以把他們感到 所以你看到達家庭的 一般好好的影廟 進步的過程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我們的 受尊長 我們的定位 把我們做這麼多的喜歡 創侯來帶動 這個社會好好的 跟進步的發展 宜蘭縣以賣入高齡化社會 宜蘭市推動各項長者福利 開辦長青食堂 拓展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也推動各五課程 在飲食健康上 給予長者貼心協助 宜蘭新聞記者貧竹 漢從不到 宜蘭市新東社區今天舉辦了 重陽敬老健檢活動 安排了舞蹈表演 歌唱健康檢查還有餐會等等 在重陽節前夕 讓社區的長者感受到溫暖以及敬意 宜蘭市新東社區成立三年以來 每年都會舉辦重陽敬老健檢活動 今年也不例外 除了長者一同歌唱歡樂之外 還帶領著長者一同動動手腳及大腦 減緩腦筋退化 一 比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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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 伊 比 壓 壓 很聰明 都過得到 這個九九重陽這個活動 就是要來慶祝到我們這個四大人的一個過節 我們社區 新東社區辦這個九九重陽節 也已經進入第三年了 也表示社區已經生了三年多 這三年多很感謝我們這些鄉親市長 對社區的支持 照顧 和到三天 社區可以不斷地在成長就對了 我們今天是來很感謝 保留這個辦喜事的心情 來辦這個九九重陽節 同時還有熱鬧的舞蹈演出 邀請長者一同舞動身體 活動筋骨 氣氛熱絡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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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交通安全先導 再來就是我們的健檢活動 還有我們有一些社團表演 有三個社團表演 表演節目 給我們這個長輩來觀賞 來過一個愉快的久久重陽節 新東社區還安排了健檢活動 關心長者們的健康 並同餐序聯誼 促進彼此之間的情感 讓社區長輩提前度過一個 溫馨快樂又健康的重陽佳節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 採訪報導 來看一則醫療消息 由一名20歲的男子 出生之後兩個眼睛就無法完全睁開 是重度先天性眼瞼下垂的患者 看起來很沒精神 也很沒自信心 經過圓山榮民醫院 整型外科醫師李秉倫 利用大腿筋膜的移植手術 使得雙眼可以完全睁開 雙眼變得明亮有神 讓這名男子如獲新生 這名20歲的男子出生開始 兩隻眼睛就無法完全的睁開 一直到成年都沒有改善 常被同事有人嘲笑 使得自信心也見失 經過圓山榮民醫院 整型外科醫師李秉倫的診斷 原來是重度先天性眼瞼下垂 是從小就有這樣的狀況 從小就有 那他從小眼睛就是大概 增可能連一半都不到 那即使最用力的狀況下 也只能增開大概接近到一半 所以對他來講是其實很困擾 不管是他看東西 常常有說不小心跌倒或撞到東西 那包含他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上面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他會自卑 大家會嘲笑他 覺得他眼睛怎麼睜不開 每天都像在睡覺的樣子 因緣際會之下就是到我這邊來 那因為他是一個最嚴重的狀況 重度先天性眼瞼下垂的患者 是因為負責增眼的肌肉 幾乎完全沒有發育 所以從大腿取出了一塊強韌的筋膜 移植到眼睛來取代原來失去功能的肌肉 將眼瞼懸吊起來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正常眼睛要睜開的肌肉 叫做提上眼瞼肌 一般來講 每一個人眼睛能夠正常睜開 這條肌肉都是OK的 力量都很夠 但是這個弟弟他很特別 他是先天性的 那跟遺傳不見得有關係 但是跟基因有點關係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的這塊肌肉是完全沒有發育 他完全沒有這塊肌肉 所以他眼睛才睜不開 他眼睛才睜不開 所以我們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必須要拿身體的 其他部位的一條強韌的肌腱 能夠去取代他這個肌肉的功能 取代這個正常肌肉的功能 可以力量夠 而且重點是持久 可以把眼睛掉起來之後 他基本上這個可以維持一輩子 當然沒有問題 而在手術之後 這名男子的雙眼不僅可以完全睜開 而且雙眼明亮 炯炯有神 整個人變得精神異異 人生如獲新生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的關心天氣 根據中央氣象局表示 明天受到東北風影響 北部及東北部天氣稍涼 而台灣北部東半部地區 以及馬祖有局部短暫雨 宜蘭明天有出太陽的機會 不過從下個禮拜一到禮拜四 可能每天都還是下雨天 要一直下到禮拜五 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特別提醒擁路人 不論是開車騎車或是走路 下雨天一定要特別小心 接下來關心明天全台 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多雲時音 短暫雨的天氣 降雨機率60% 氣溫是21到24度 接下來關心雨的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感謝鄉親跟著宜蘭新聞 關心宜蘭大小事 我是黃文淑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按照片 然後看胸膜 開始 11 疫苗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